大家好 大家好 很緊張 緊張 今天走幾轉 剛剛才回公司 下午已經預告了 今天會有一個很期待 我想有些喜歡玩耳機的朋友 一些期待的產品 是甚麼呢 預告趕了 新鮮熱辣 開心 Sony WF-1000X的M3 M3的型號 剛剛新鮮熱辣 就拿到回來 明天才會派貨 我率先做到一個開箱給大家看 其實為甚麼叫M3 有人問 剛才我們也有問一問 Sony那邊很快做了一個簡單的預告 我也有問他為甚麼叫M3 他坦白說 其實1000X就是在2017年 IFA的時候 即9月的時候 發表第一代的全無線耳機 WF-1000X 都兩年前的事 但這個1000X的產品 口碑都不太好 都不太好 即是 差一點 很多人用過 聲音是沒有問題 但最大問題就是斷線 這個是第一代的產品 其實之後Sony就在1000X這個級數 就沒有出到後計的產品 之後出了一些 譬如SP-700那類 都是跳鬥樣子的 但那個級數就不是 X這個最高級的級數 我沒有記錯 700好像不是運動 對 700是一個運動耳機 即是有防水 但級數就始終未去到1000X 為甚麼1000X一直都不出 其實就是搞不定 那個連線的問題 其實去年出SP-700的時候 都有點改良了 即是沒有1000X斷 但始終今次M3 就做了一些很全新的設計 例如它那個藍芽已經轉了 由4.2轉了5.0 這個是一大的進度 第二樣東西就是 其實之前第一代的1000X 始終兩年前那個晶片 即那個藍芽晶片 是做不到Dual Channel的 先去跟主耳機連線 即是手機和耳機連線之後 再由主耳機去跟副耳機連線 即是這樣相向連線的話 就很容易會有些互相干擾 其實兩年前很多全無線耳機 都有這個問題 即是左右升度有機會會斷線 這個問題 當然是自從Apple出了AirPods之後 AirPods是第一個 是用Dual Channel的耳機 當然它那個Dual Channel 你在iPhone上面的發揮 好像那個W1晶片 你用iPhone就不能離開了 是的 其實在之後很多耳機 譬如Sony這個M3出之前 都有很多不同的全無線耳機 都是在用Dual Channel的 嗯 Sony都說 這個Dual Channel 就跟其他牌子用Dual Channel不同 其他呢 很多是用了Cockup的晶片 是的 因為這排出的 大家都很標明 是用Dual Channel 是的 那Cockup的Dual Channel有一個問題 或者是有一個限制 就是它一定是要配合Android手機 譬如Cockup的845 825的手機 才可以用到Dual Channel 因為就是Cockup的藍牙晶片 先跟這個825的處理器 做一個雙向藍牙連線 嗯 如果你不是用 支援雙向藍牙連線的一個 手機 其實都會做回 一再去傳過去 這樣 譬如你配合iPhone 就變成用不到的雙向 就會有一個限制 那Sony用藍牙5.0的晶片 就是它自己去開發的 所以就 你無論是Android機 或者是iPhone也好 都可以做到雙向藍牙 這樣也不錯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用兩部手機 是的 上到樓下 一部iPhone 一部Android 是的 那你兩部機 沒有理由 但兩隻耳機是新的 之前我們買的時候 Cockup 我們都寫過 有些用Cockup耳機的晶片 但是它卸Android就是一流 卸iPhone又普普通通 心裏面好像有點不舒服 所以這個就有一大改良 其次就是它那個 等於我開箱的時候 你再解釋給大家聽 開箱嗎 開了 其實開了 不過要先充電 是嗎 封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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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耳機就是 它寫明是有Google Assistant 即是有一個Google Assistant的支援 那藍牙就是6小時 加18小時的充電盒 其他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那就是都一個耳機一個 那它有講明的 即是它是需要下載這個 這個Sony自己的Headphone Connect的 一個手機apps 那就可以做到一些設定 那當然你沒有下載這個apps 都可以配合到的 即是用到的 只不過可能有些 均衡器 Equalizer的設定 聲音的設定 就要用這個apps才去做到 即是詳細一點點就沒有了 那我們去回主鏡頭 開箱 已經掉了 嘩 那其實 那耳機呢 那耳機呢 大家可以去那個 我去回個細鏡頭給大家看 那 那 這個是一個 黑色加金色的設計 那其實這個黑色加金色呢 大家可以看回那個大鏡頭 我手上這個 就是 大那個 這個 就是它的大哥 就是WH-1000XM3 那你會看到的細節位 譬如它們用那個 黑色配金色 譬如它們大M3 它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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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克風的麥克風 那些金色 大家是配合一套的 即是一樣的 即是做回那個 好像同一個系列 你敢說 我買了 大以後的話 真的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不買這個了 其次來說 其實最主要 為什麽這個會 skip 叫做M2 不叫M2 而叫M3 最主要就是它裡面用了一個 新的一個 晶片叫做QN1E 那這個大耳油 大板 就是用QN1 的 細板 就叫做QN1E 那兩顆晶片 是不一樣的 為什麽呢 就是因為 始終它的機身比較小 始終 還有那個電池 那個耗電量 都會有限制 所以它那個QN1的晶片 就做了一個簡化板 就比這個 小的耳機用的 那兩者的分別在於什麽呢 其實QN1最主要就是它裡面那個 那這個 DAC的那個 是32bit 那QN1E 就是24bit 那最主要就是這個分別 另外耗電量也有分別的 那這個就會 耗電量會小一點 這樣 那 但是那個 取樣就會低少少 是24bit 那 那個晶片來講 就是QN1 或者QN1E都好 那它有幾個功能 第一個就是一個Loyce Cancelling的 就是 降噪的運算 第二樣東西呢 它是有一個 DAC在裡面 是 第三個呢 就是它是有一個數碼的 Amplify在裡面的 就是做完 一粒晶片做完這三個功能 是 那有些人就會說 這個耳機來講 那可能跟上一代來講 有什麽分別呢 那上一代呢 就沒有這個晶片的 就是第一代的時候 是 那今次呢 就是為什麽大家叫M3呢 就是 因為其實這個 這個大的 就是包野耳的 這個大二猶呢 就是第三代了 第三代 那它 而細這個 因為用中 叫做同級的晶片 那所以就順道叫第三代 就是大家同步 反洋 那這樣 不要亂 所以 為什麽會 skip 不叫M2 直接叫M3 那就是希望做一個同步 那當然 當然希望 將來有機會的話 就可以同步一齊出 左右左右左右 就是 M4 M5 一齊出 否則又變成前後腳 那這個耳機來講 最大 就是現在用了那個叫做QN1E 最大的分別是什麽呢 那在那個Loyce Cancelling上面 就是比上一代好 百分之四十的 百分之四十 是的 那它針對那個Loyce Cancelling 那個位置 就是以日常 譬如我們在街上聽到一些車聲 那種的噪音 降噪的表現呢 是 相對比較明顯 是的 那他們都說的 反而在飛機上面 就 但是以後是會好些的 就是 飛機上面那個噪音的頻率呢 是相對比較低頻的 這些可能大家都未必 針對很清楚 是的 那是相對比較低頻的 那為什麽它低頻 可能它不做那麽強 而針對在環境 即是街外的 譬如是汽車的噪音來去做 原因就是 其實現在呢 不是那麽多飛機 可以給你開藍牙的 因為是一些新的飛機 譬如是A380 A350 那些飛機 才可以給你全程開藍牙 否則的話 就不可以開的 是的 那所以呢 他們就不在那個低頻噪音上面去做功夫 那大耳猴為什麽要做呢 因為它可以插線 是的 因為它可以插耳機 即是你上飛機 可以插耳機 可以插耳機 是開噪音的 但是小版這個 就沒有插線 你只可以用藍牙的 插線就可以解決 那考慮回那個 用戶 即使用的比例上面 所以他們就集中了在這個 街的 噪音來講 都正常的 因為你用開 可能都是平日會 即是日日聽歌 日日去用 是的 都是經過一些 可能是街 搭車站 最多 即是在這方面做個 噪音 cancel 都令大家平日聽歌的體驗 是的 這個耳機來講 其實這個盒子 這次都頗好放的 因為它都是用磁石 基本上你把耳機 就吸了下去 先這樣 是的 很容易已經放進去 看看大家 是的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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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放進去 也不停 是否左右調轉了 他 先看 我自己調轉了一隻手 是的 我自己調轉了一隻手 是的 沒事 因為我現在看到鏡頭 反轉 我們看到 是的 那就是 吸了下去 其實就這樣拿出來 如果以放來講 這個耳機算容易放 不過就大一點 即是相對 現在外面 可能很多真無線耳機 它的盒子 就相對大一點 用USB Type-C 再大一點也有 我又不覺得 你問我 可以 可以 這個耳機 設計來說 都比較特別 首先 其實它的藍牙 天線位 在哪裏 天線位 其實就包住了 這個 整個屯屯圈 這個就是天線位 Loyce Cancel 來麥克 有兩個 一個就是 大家知道中間的圓點 第二個 其實就是這裏 包住 這個位置 有兩個Loyce Canceling 的麥克 第三 就是它 除了下來的時候 都會有 感應器 即是說 除了耳機 它就會自己 停止播歌 那個感應器 它都會有 就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光位 這個位置 耳膠可以換 耳膠可以換 其實它今次 Sony 都跟了很多耳膠 你可以看看 下方後面 就有 海綿的 Hybrid耳膠 看看這裏 海綿的 Hybrid耳膠 還有 這個是 直耳膠的 有大 中細馬三隊 即是 Total 現在這裏有 六對耳膠 給你 現在很多Sony 比較高級的耳機 都是標配 標準配置 跟著兩類耳膠 大中細馬 多些選擇 因為兩種耳膠 其實它 一個就是 配戴比較方便 即是直耳膠 但是 其實Hybrid那個 它的隔音 是做得比較好的 這個可以 視乎你們 自己喜好 耳膠跟得比較齊 聽歌來說 剛才我充電的時候 Martin 你可以試試 我聽歌的時候 我剛才充電的時候 我都略略聽過歌 這個耳機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你見到 左右兩邊 都有一個圓形乾面位 是嗎 看不看 這個 乾面的位置 反乾的 這個位置 是一個感應器 讓你去做一些控制 你可以透過手機APP 去設定 左或右的控制 左邊是播歌 停歌 右邊是可以 使用Google Assistant 或者是 我不做Google Assistant 我做Loyce Cancelling 的設定 都可以 你可以在APP 裡面改 這個 其實跟Sony 這個耳機 也很方便 平時 按兩按 或者一按一按 就可以 停歌 轉歌 或者開 開 音樂 其實 這個耳機來說 我們手頭 都聽過幾個 比如這個 Sony 這一個 我不知道 香港到現在 都還沒有買 還沒有買 沒有理由 必死的 必死的 Powerbiz Pro 這個 我想 也有些人 期待的 原因就是 因為 如果你是iPhone 用戶 這個耳機 比AirPods 好很多 另外 最近 也有很多人 留意 一款 就是Campbridge 這一款 這個 相當 小顆 其實拿出來 是子彈做的 是的 就這樣 很輕巧 上個星期 都幾多人買 Campbridge 這幾款耳機 如果你說 聽歌 剛才 未開始 這個節目之前 很快 那時候 其實 那個 音色 來說 Campbridge 是比較 斯文的 如果你聽 比較 柔和 音樂 這個是很舒服的 聽得 很英國紳士 那種 感覺 那 Beats Audio 其實 因為這次 我之前也做過 一些 的 review 其實 它 這個 Power Pit Pro 那個聲底 就沒有以前的 Beats 那麼重低音 比較平衡 那 這次 來講 聲音其實 都不錯 我覺得 如果你聽流行曲 它會比Campbridge好些 就是 有些節奏感 或者 Bass 會更多 一些 其實 看 從之前 那些 Bass 也是太厲害 如果 如果 低頻 可以 簡單 聽那個 感覺 相對地 Sony 其實 這次 耳機 出來的聲音 真的有些 像 大耳優 這個大耳優 大家都是 M3 那種 那個 Dynamic 是很闊的 低音 但多得來 就不差 感覺 輸出的音量 都是比 剛才這兩款耳機 大的 你聽到 是不像 耳塞型的 耳機 是比較大聲 不像耳塞型 是的 不過你剛才也說 跟可能大耳優 大耳優差 像太耳優 那種聲 它反而 沒有大耳優 那麼 那會不會覺得 有些驚訝 它輸出是很大的 當然 有人會說 不是 這個M3最大的問題 是 沒有了那些 Hybrid Audio的支援 就是 是的 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沒有了 沒有APTX 就是不要說APTX HD 連最基本的APTX都沒有 然後 Sony自家的 LDAC都沒有 那怎麼搞 剛才我們也有問過 Sony那邊 很多網民 或者 他們自己Facebook 也是 那種耳機 很多人在Facebook下面留言 就問這些什麼什麼問題 那他們都知道 那其實他們有一個 就是一個解釋 就是說 其實這次他們做這個耳機 呢 最主要就是想 真的在一個連線上面 做好了先 嗯 那音質那裡 其實他們就透過裡面 就是剛才 QN1 那顆 QN1E那顆晶片 去做回聲頻 那其實他們很有信心 就是這個聲頻的效果 會給你 你就這樣傳 全LDAC 或者是全APTX 好的 那實際上聽過 如果我們 就是剛才我用Android的手機 就是播一些High Rec的歌 其實它那個動態 那個清晰度 是很接近的 就是很接近你用L-DAC 那當然 它真的無法使用L-DAC 就是大家不要再想 搏不搏搏是搏不到的 那L-DAC是不會著燈的 但是你用它 就是戴耳油是可以著燈的 那就是 那這件事是 可以補償得到 是不是很大影響 實際用其實也未必很大影響 但反過來 如果你用iPhone 反正都沒有的了 就是反正你都可以AAC 那其實這件事 就真的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上 配搏Android 就是現在我這部 我用的是 прош bottles 我現在使用环 spend Xבע solutions 亦可以黏霸亚傳� bilbo 應用Apps的音源 即 Coke用安鮑電力 就是OK 是的 將來有機會試一下 我講講耳機的介面 我們剛才講過專用的耳機的功能 我先用這個 剛才好像我用了iPhone 配合了iPhone 兩邊都有配合 最後是配合了iPhone 今天派貨可以買的 其實是明天拿貨 因為之前訂了那些就明天拿貨 那會不會大家不知道 有看直播的朋友 不知道會不會已經想著 衝呢 衝呢 會不會衝呢 不知道 你們要先試一下 也有些事情可以講一下 這個耳機兩邊都有麥克風的 那之前如果你是有用過第一代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一個情況 如果你是講電話 你只有哪一邊耳機可以講電話 即是只有主耳機可以講電話 副耳機是做不到講電話的功能的 即是現在隨便 你現在就可以拿隨便一邊都可以講電話的 即是你不需要帶兩隻 又或者不需要我指定帶某一隻的 嗯 兩邊都可以 隨便去講電話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改良 這樣 那第二樣東西呢 可以先講那個apps 先 我要先帶上去 因為你不帶上去 它就 沒有反應 是的 帶上去好像聽不到你說話 馬上都會靜一點 立刻時間靜止 我會整個單邊靜止 可以可以有些dead air的感覺 好 好 看到你已經不開視頻 看不看到 我切換至另一款耳機 跳到內置大耳後 它開單大耳後沒 Zig 啊。 其實這個 App 用起來都是人...... 其實我覺得是要適應 方便來講 iPhone 這個不需要設定 如果Android來說,這個要做一點點事 那也好,比iPhone的用戶多個選擇 當然AirPods一定是首選的 不是每個用戶都很喜歡AirPods的外型設計 AirPods本身是開放式的設計 想要有多點噪音效果或入耳式 可能就要選擇其他的真無線耳機 我真的聽不到大家說話 除了就聽不到 除了就聽不到 帶了就聽不到 看到你現在配合了 如果配合了的軟件 你會看到現在這個是Android 其實也只有AAC 你可以看到左右耳機各自的電量 後面很反抗 這樣就好一點 如果你透過Apps 這裡是可以教到Equalizer Equalizer可以做重低音 或者是不同的聲效 譬如強化高音、樂器、放鬆 現在正在播放歌的資訊 比較特別的就是這個 DSEEHS 有些人說 這個就是透過DSP 升頻的功能 你可以選擇開還是不開 一般我們都會開 你沒理由不開 左邊耳機、右邊耳機的設定 譬如我想左邊是播放控制 右邊我可以做其他功能 究竟是Google Assistant 或者是做Loyce Cancelling的控制 即是環境聲的控制 這些都可以在這裡做的 其實如果你有使用大耳油 其實同一個Sony耳機的Apps 你會見到大耳油的功能會更多 譬如它可以做到一個 模擬空間聲的設定 現在這個WF-1000XM3 就未有這些功能 有機會在稍後 其實透過一些電話更新 就會追加大耳油 有這些環境聲 即是包圍聲的功能在裡面 這樣 我見到有人問 有讀者問 Eric Chang他問 那個音色會 是不是比Java Elite Active 65T好 那一種 我個人沒聽過 Java那一種你有沒有聽過 試過一下 Java我也試過一下 我會 我先講Java那邊 因為這隻我沒聽過 你沒聽過 對 Java那一種 始終它都可能是針對運動用戶 就是All Day 你又可以運動用戶 我覺得那些聲音底 就不算太突出的 可能三分就不算 有些位置很好 突然間令我這樣很好 我覺得是很平均的 這個我沒有試過 你可以現在試一下 你可以試一下 不如做直播才試 我又不知道 始終可能這個 都是給大家日常去聽過 就是平日用 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防水功能 沒有的這個沒有防水 這個不是Sport系列 不是Sport系列 所以大家要疼著用 對嗎 疼著用 就是下雨那些 還是快點收起來 是的 但是音色來說 你說我自己排序 因為我不是聽過很多耳機比較 就是時間關係 譬如我也是聽過 Powerbiz Pro Campage 那如果你說我排序 就是一聽一般流行曲 Sony的節奏感是很強 今次真的很強 當然我要慢慢煲一下 因為都是很新的 這個耳機拿回來 剛剛開箱 剛剛開箱 那它那個6mm drive 其實跟之前那個不算很大分別 最主要就是那個DSP晶片 就是那裏做多了東西 那個聲底其實就是 其實很一向Sony那種動態比較大的 那種聲底來的 就是你聽流行曲 或者你聽不同的音樂 其實它都會容易夾到 你說可以說它都是一貫 就是Sony耳機的特性 Powerbiz Pro其實今次是改良了很多 就是如果你說 是不是很接近呢 兩種 今次兩種聲音的聲音底 我覺得Sony也好 或者是Powerbiz Pro也好 很近的 那麼Powerbiz Pro就會 輸出會小一點 小聲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 你搏iPhone來說 這個是方便 那當然有少少不同的 那譬如Powerbiz Pro 本身是一個運動耳機 它有掛耳 所以相對就沒有那麼容易 脫掉 但是它就沒有聲音 那Sony這個有聲音 譬如你想隔開街外聲 或者你說 其實聲音有一個好處 就是Sony的聲音 它可以在剛才那個軟件裡 你可以穿著聲音 但是不聽歌 當意識用 你想搭飛機呢 你就可以這樣了 我不是聽歌的 我純粹 穿著聲音 不想吵而已 旁邊很多大媽 高潭褲 因為你 譬如之前我們帶大衣遊 也有上飛機 那個不好處就是 如果我想睡覺 我側睡是睡不到的 焗速一點 一來焗 二來你側睡 你無法拿著耳朵 那這個就會 好少少 當然你也不可以完全打側睡 你無法拿著耳朵睡的 但是起碼你活動上面 你是個 方便一點 角度上面可以多一點 這個Loyce Cancelling 其實很重要的 那Campbridge來說 就是普通一個很單純 很穩陣的一個音樂語記 好像又有人問 Sensehancer Sensehancer Sensehancer的聲音是正的 真的正的 但是Sensehancer 我不知道現在是否在賣2,000頭 好像是 應該是2,000元左右 因為跌了 出了半時間 跌了少少少價 那如果你說Sense 底 就真的好 Sensehancer 即是硬一點 Sensehancer 你說層次感 Sensehancer也很好 可能細節來說 Sensehancer好一點點 但是Sensehancer 我有一個覺得 一個不好處 就是 其實 我自己覺得 比較難帶 即是 他那顆東西 其實比較大顆 那麼 塞在那裡 比較難帶 對某些人的現形 可能有少少 Sense 這個 因為他那個軟膠 其實除了一個耳塞 是軟膠之外 他周邊這個位 都是軟膠 你覺得 戴得穩不穩 你說開這個 軟膠來說 二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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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都穩 因為他這個軟膠 其實是拙著你那個 耳窩的位 就沒有那麼容易掉出來 嗯 那麼這件事 設計的細節位 其實Sony 做得比較足 我自己覺得 那你說 你是喜歡 Sensehancer聲底 還是Sensehancer聲底 即是 你戴友善耳機 Sensehancer 有它 一向的捧場 聲音是爽一點的 爽一點 硬一點的 那麼Sensehancer 就比較 日本聲音 我常常覺得 就是 比較 大陸一點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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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Sensehancer 是不是都很好的耳機 聽歌 是完全沒問題的 當然 我們要再詳細試 譬如 這個Sony耳機 他其實也說了一件事 就是說 在那個 船上 就是那個 延遲時間 是做好了 但是我也要時間 試試 譬如看電影 因為看電影很少掉 現在很大部分的 現在的珍藍牙耳機 都很少掉 反而我們會試試打機 因為打機 會掉的 一掉起來 就是你吃雞 被人射死了 才裝一聲 這個我們就稍後試試 是的 都看到有人問 會不會 那個 延遲很影響 打機 官方聲稱 有很好的改善 是的 我現在這個時刻 我不敢說 一定是 所以我先試了 這個真的很大問題 因為 不是講這一題 講上一堆 可能講上年 有些藍牙真無線的藍牙耳機 真的得到很重要 可以掉一秒 掉一秒 其實有幾隻 現在都不是好掉 譬如 第二代的Airport 其實都好了 但是你說 好像完全沒有掉 就真的要試 今次這個 WF-1000XM3 去不去到完全沒有掉 我要先試試 但是官方聲稱就有改善 密切留意我們的後續報道 其實因為這個耳機 我們都會詳細試 還有下個星期 我會過日本 和這個耳機的工程師做訪問 了解設計 下個星期我可以拍一些片 回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聽過你的行程好像有些 針對它的功能 基本上整個行程就是 為什麼它先給我們 原因就是希望我們在飛機上試試 第二件事就是去到當地 其實都有一個行程是 搭火車 在火車上試試 對 不用了等一下我搭地鐵回家 就要試試 接著我們會再做一些跟進的報道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想知道 你可以在這個直播的Facebook 那條Feed下面留言 我們都會看回你們的問題 幫你們試一試 再告訴你們 我們的直播 稍後都會 到我們本身的PCMTV YouTube Channel 有留言 即是有什麼意見 或者想知道 想了解多些的 也可以在我們 YouTube Channel那裡 去留言去問的 好 今集時間到此 我們在這裡先 我們再試試 再告訴大家 我們再試 我們下一個時候說 拜拜 拜拜